其实医生也有跟我说话 所以很唱 天王刘德华去年12月28号演唱会 唱到一半时站在舞台中央 泪流满面的说 喉咙发言再也唱不下去 原本20场只唱14场 剩余演唱会临时喊咖 只能用退票方式处理 一号晚间刘德华PO文 抒发情绪 写说虽然补场的时间与安排 自己力量不能解决 但希望大家能把手上的票保存好 我一定会用个人名义 去补偿不想退票的人 最后还特别强调 退票不退票永远都是我的朋友 三百多字抒发情绪 看得出天王真的舍不得粉丝 当天边说边累撒舞台 老婆朱丽倩也带着六岁女儿 在台下为老公加油打气 而华仔这次巡演 母女俩都出席 实在难得 太太都有来看的 你们都有拍过 这么堂堂正正的那样呢 洗鼻啊 废内有些图画更是出自女儿手笔 刘德华相当骄傲 你都不得了同意 有完全的 是不是啊 他这么小的都是父母拥有的了 粉丝期待已久的演唱会 虽然中途喊咖 但华仔承诺一定会补偿 不管用什么方式 都不想再让粉丝们失望 记者顺盈归宁 台北报道